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服务站这边需要什么呢 需要我们自己开发 而我们都知道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我们要访问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访问mets语言 www.metsedu.com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来过后 那么这个网站它可以显示一个对应的网页 这个网页它其实底层我们以前学过 这个网页它底层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一些HTML代码和CSS样式 加上我们的JS动态效果 来组成我们这个页面的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要通过浏览器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code啊就是mets语言这个服务器啊 它首先要把我们把这个数据给我们显示过来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个页面里面它包含哪些数据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从mets语言服务器上面啊 给我们加了过来的一些 HTML代码以及这个CSS样式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呢 我们JS代码 啊JS代码 那么这些信息啊 都是从mets语言的服务器上面给我加了过来的 说明这个mets语言的服务器 它有一个专门专门把这个 这些文本数据给我写过来的一个 一个程序来帮我实现的 那么这个程序怎么实现呢 啊我们前面学这个 HTML HTTP这个模块的时候啊 这模块里面我们收到这个 HTTP它可以创建一个服务端 这个服务端它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接受用户请求 并且可以响应用户请求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所有响应的代码都写在这个 响应对象里面 它是不是可以响应过去呢 啊那么这里我写好一段代码啊 这个代码我们压制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些对论的数据 啊我再启动一下 啊启动成功 在我的浏览器里面 我先看看窗口 访问一下我本机的这个 服务器 Localhost 3000 回车 那么这里我得到一个什么 这是个半路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写的这个代码 啊这个代码里面写的这个 这个过去内容啊 它恰好是正面一圈之不串 正面一圈之不串啊 它里面是HTML head body 它恰好是我们HTML 页面的一个完整结构 只不过这个HTML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它里面只有 这么一个显示数据的标签 这是个段落啊 P标签 那么这个数据 确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它写到什么呢 写到我们对应的浏览器上面 我们看一下浏览器啊 看审查一下元素 这里面确实也是得到我们对应的想象的数据 那么这个麦子学院的这个这些数据 它是不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写过来呢 啊大家想一下啊 如果他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写过来 那我们麦子学院这么多数据 我们写了这个全部写在这个原代码里面 那这个原代码以后起为后应该怎么办呢 啊并且它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CSS HTML GS 等等一系列很复杂的这个文本 这些文本如果我们全部用这个字幕传拼接的方式写过来 那很明显不现实的 那么这个是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讲这个HTML代码的时候啊 我们是以什么呢 是以文件的形式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上面 啊它里面文本很多 那么这些文本 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它通过这个服务器的代码 写到我们客户端去呢 啊恰好我们上次讲了一个FS 这个文件系统模块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HTML写到一个文件上 然后我们通过FS这个文件模块 把那个里面内容给它读出来 然后再写回去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器的代码 是不是可以减少很多呢 只需要写我们对应的业务逻辑去写呢 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个对应的这个注写应该怎样平坚 所以这些东西早已经交个FS这个模块啊 它帮我们实现了 啊所以说 这里我们不应不应该什么呢 不应该拼接这个字幕串 而是应该从文件里面读出来 那么从文件文件里面读出来 我们考虑考虑考虑一下 我们自己开发这个程序 它要读文件 读我们什么文件呢 读我们的HTML文件 读我们的什么呢 CSS文件 以及我们的CSS文件 或者是图片文件啊 CSS 啊图片 CSS文件 一名去吧 啊图片我就一名去代替 这些文件都需要什么呢 都需要这个 这段代码来读读取 啊并且读完了过后 还应该响应的客户端这边去 浏览器才能加出来看得到 那么这样一实现起来的话 我们每次请求 我们是不是就自己的开发 开发一个这么这样一个程序 来读文件读文件读文件 并且判断这个 用户请求的路径是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每次都开发这个东西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段代码 把这些读经常文件的东西 全部封重在一起 它只要是请求经常文件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这段代码 来自动的加载经常文件 然后把它写在浏览器的这段来 那么我们自己开发这一段代码 其实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个简易的服务器了 这代码 它就是个简易的服务器 它可以将 可以将我们这个经常文件 直接从本地服务端 读取出来写入到什么呢 写入到留言写到这个端 其实这个服务器 它除了可以读取这些经常文件之外 它还有很多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我们就简单列写一下 比如说 我们读取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要 知道那个读取文件的路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路径 你读取这个文件在哪里读呢 我们每次到什么呢 都要解析这个 这个UR路径 所以说 第一点啊 这个服务器它功能 解析 UR 这是我们这个流感器 输的这个字幕串 最像字幕串 解析UR 解析UR 如果我们这个流感器里面啊 你看啊 我们这个麦子圆在这里 他这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登录啊 我们点登录 我们是不是可以输入东西啊 对不对 我也点登录 那么我也点登录 这个数据是不是我们要提到服务器上面 它才能验证我们这个用户名道的正确 错误 所以说这个服务器啊 它还有一个任务 它肯定要解析我们这个 它要获取我们这个流感器提析上来的请级参数 所以说 第二点 解析 客户端 的 参数 那么这里解析客户端的参数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客户端提析的方式有多种 可能有get 还有post 那么这两种解析 这两种提析的方式 它解析数据是不一样的 那么待会我们在代码里面 我们会讲解 第三步 第三个 它除了解析这些字幕圈之外 大家想一下 它是不是应该还应该把这些进塔文件给它 如果用户要请求这些进塔文件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还把这些进塔文件给它响应过去 第三个功能啊 应该是具有响应 进它页面 进它文件嘛 小心进来文件 第四个功能它应该具有什么呢 当我们这个流量器请求的这个东西不是请求某个 页面或者是接什么键或者是某张图片的时候 它如果实际上实际登录功能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流量器它是不是应该还具有 加选上本 jag nod 第2用用户的 android 主线啊 主线啊 调用 用户 的组件 处理 业务 国际 第五点 因为我们这个用户浏览器啊 它登录我们我们的用户在这里 这个浏览器上面登录成功过后 我们这个浏览器 不管反过两个一面 它是不是都保持 保持一个登录状态 所以说这个服务器 它还可以什么 保存用户状态 这么一个功能 保存用户状态 这么一个功能 并且我们这个服务器啊 我们在这个麦此权这里是不是可以有时候可以下载视频啊 可以下载一些图片 这东西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 在我们这里啊 服务器也必须要提供 就是什么呢 文件上传下载 好 这里我简单列决了一下这个服务器 它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啊 服务器只要有这些功能过后 那么我对我们开发的人来说 只要安装好这个服务器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开发我对应的 组件就行了 开发我们经济页面 开发我们这也是开发我们介事 啊 开发我们的对应的组件业务逻辑 编写这些代码 而这个 解析请求参数 解析那个验证121路径 等等一系列的任务 是不是都交给我们的服务器的开发 说说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只专注于我们写后面我们这些 需要我们自己写的代码 而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专注 我们这些代码到底应该怎么想应到客户端那边去 怎么样让刘远奇接受到 这些都是服务器的外套事情 而我们今天要写的代码就是什么 就是怎样的开发这个服务器 那么这里我说的原理过后啊 我们下面就来讲这个代码 来动手操作 来开发这么一个简易的服务器 当然我们 我们这后面开发的简易的服务器 它只是呢 是很简单一个东西 东西啊 这个功能里面啊 或者是我还没列出来的其他功能 这里都可能不会开发 我们只是做什么呢 做一个简单的 信用它文件的响应和那个 请求参数的解析啊 这么一些事情 好那么讲这个原理之前啊 我们先讲一下另外两个模块做点知识储备 这里啊 那么这个浏览器里讲这个服务器这个模块之前啊 我们这里会讲到另外两个 loads的一个系统模块 一个什么呢 uil这个模块 这个uil模块这个 文章上面啊 你能找得到uil模块 这里 所以这里啊 uil模块 点进来 那么这里相对来说这个当方比较少 代码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也就是前面两个 所以说我们这 讲前面两个 这前面两个方法代码什么意思呢 啊 我就直接用这个代码来简进来 啊 比如说啊 我这么一个这里有个这么这么一个字不串 这么一个字不串 我要把这里面的 http 协议 以及我们这个请求这个主机域名 以及端口号 还请求那个资源的路径 还有这个查询的这个字不串 这些东西我都要分别把它解决出来 那我怎么解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用字不串 它一些功能 对吧 什么substream啊 index啊 这些这些方法 i个i个来解 i个i个来解 这样解决的话可以解决出来 但是很麻烦 而这个loads 就是他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模块 自动帮我们解决这些东西 解决出来过后 恰而是我们想要的 预名啊 这个协议啊 预名编号 然后资源路径 请求这个 对象啊 证明东西啊 那么这个模块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uil 他可以帮我们解决 那么怎么解决呢 是uil.pass 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文章上面 uil.pass 他这里全是三个参数 而这里我只传两个参数 后面两个参数 我说过 但中文化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省呢 都可以省掉 都可以省掉 那么第二个参数 我们看一下它什么意思啊 第二个参数设置为出的话 则使用什么 query stream模块来解决 uil中的查询 字母串的部分 modern force 第三个参数的出 如果把这个 这个东西 这样字母串 这样的uil解决于什么呢 解决于这个这个对象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这样一个对象 modern force 那么这里啊 它到底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代码 就说这一段字母串啊 你到底要解决于对象形式 还是字母串的形式 你可以通过什么 第二个参数为true和force来指定 那么第二个参数如果指定为force 它就不会解决成对象 它就直接按照原字母串的形式 给你反应出来 那么如果你这里写的true 它就会什么呢 它就会把这个 字母串啊 解决于对象形式 名称对应的词 这个形式来反馈你 那我们可以阅证一下 这里传两个 那么后面这个材数是一样的 它也是force 说或者force 那我们的验证一下 这里我先把下面下面这个代码注射掉 运行一下 那么解决出来过后 我们看一下这恰好是个对象 一二二这个对象啊 它里面包含哪信息啊 你看一下 很多什么协议啊 啊 这里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 这个主机和端号啊 这个端号主机名 以及这个查询字母串 啊 这个资源路径 等等一系列信息啊 它就可以解决出来 那么我们通通过这个对象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里想要得到我们这个协议 那么可以怎么办 protocol 从这个对象里面取出来就行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了 啊 所以说这些事情啊 都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做了 load 这件事早已经帮我们做完了 那么多了我们协议什么http 啊 这就是一万一二 他帮我们解析这个 一万二字不串 并且后面我们还要指定两个参数 那么这里我把这个感触来看一下 他会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再打这个对象 不打这个协议了 打这个对象 我们看他会得到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这个这里query 以前是什么呢 它是个字不串 而现在它是个对象了 也就是说他把这两个东西也解成对象了 并且这里还可以写多个 如果我写两个 比如说还写个pwd 等于这个12345 这个 密码的12345 那么解写出来他会也会按什么 密码的12345这样方式的解析啊 这就是一万一二解析 我们这个 这个一万一二这个模块啊 来解析这个一二字不串的时候 这请统一统一之间定义符的时候啊 他可以通过这个这个模块啊 方不很方便解析 后面我们还可以指定两个猜数啊 这两个猜数其实 用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里我是说第一个用处的时候 它会什么样子 用boss它会什么样子 而这个文章上面 它这里也讲了这些用法 这大家自己看一下 它除了可以解析一个 一二二字不串之外 它还可以怎么解析对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我这个 我做事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对象 这么一个对象 如果我想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这样一个字不串 啊 序列化成这样一个字不串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的凭借这些字不串呢 其实没必要自己这样做 在这个同样的这个 一二二字这个模块里面啊 它有个封卖的方法 它可以自动把这个对象 再转换成什么呢 我们对对需要想想要的一个字不串 好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字不串 这里面有协议 有主机名 有断靠 有查证字不串 还有我们这个请求资源路径 这个文件的资源路径 好 这些东西啊 这里最右边这些东西 必须按照什么呢 按按照我们这个文章上面提供的这种方式 这里这个对象必须按照这种方式 属性名 必须按这种方式来写 不能乱写 乱写的话 它都会解析不成 什么呢 解析不成我们想要的一个 这个URL路径 URL路径 URL路径 好 这就是URL模块的一个文 那个字不串解析和这个 对象的什么呢 序列化 这两个操作 这就是URL模块 那么除了这个模块之外 还有一个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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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说URL在后面有个查形字不串 其实我们这个 确实 确实 它就是什么 就查形字不串 那后面那解的东西 那么它也可以向那个URL里面把一个对象 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我们想要的字不串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注释一下 它这里面的方法 我就讲这两个方法 翻译过来过后 你看一下 Lam等于什么 小名 并且 这个H.18 并且 这里给 anf 连接 这经点等于蓝 这个蓝 因为是中文字符 这中文字符在这个 URL里面 它是全传不过去的 所以它把这个蓝翻译成 对应它能够接受的一个 编码形式 好 这里啊 打印出来这个字不串 就是我们 被我们什么呢 被我们 序列化的一个字不串 把这个对象序列化成我们想要的字不串 那么它同样可以把什么呢 把一个字不串 序列化成我们想要的对象 跟我们那个URL模块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这里解析的是 不是整个URL 而是什么 而只是查询 之不串那部分 让我们看一下 同样的这个 这么一个对象啊 好 所以说这里这个 查询之不串好像URL模块 这里我们讲到这里 那么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代码 我们去 我们在下节课里面再讲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词